台湾搜酒油事件 持续延烧 不止强冠 顶型都出包了 引起民众大规模的退货 还有聚买 现在桃园县卫生局更怀疑了 还有另外五批进口的工业用油 也可能混入食用油 威胁民众的健康 而首当其冲的企业 不排除还有南桥化工 而一连串追不完的问题油 到底谁要负责任呢 请看新闻广角记的深入追查 南桥化工董事长陈飞龙 才说完顶星魏映冲 可能不是故意害人的话 没有想到自己也卷入了黑心油风波 桃园县卫生局召开记者会 爆出南桥也进口了工业用油 并且怀疑可能卷入假油风暴 让董事长陈飞龙亲上火线 召开记者会说正话 强调如果说谎的话就要观察 桃园县卫生局机场人员 尽当南桥桃园厂巡查 不放过蛛丝马迹 经过搜证最后决定封存油草 很清楚的提到这个牛油里面 是一个非实用性的 它里面有工业性的使用 可是它透过这样的牛油 经过经济部来入关 原则上就是实用油的部分 应该从我们卫物部的食药组 那边来做入关做查验的部分 原来卫生局发现南桥 从102年起进的12批澳洲牛油 和37批也只有棕榈油 其中只有7批的牛油 经卫福部查验登记 另外5批的牛油是工业用入关 其中油脂也有这种状况 等于避开卫福部查验登记的程序 申请书上的项目 他们经办单位写错了 他没有把完整的这个项目写上去 最显单写了一个工业用 这工业油 大概是错在这个地方 陈飞龙强调 人为疏忽物质 却有人执意关税一笔 使用油客20% 工业油6% 有人就执意 难道是用这方法来逃税吗 你讲的28是猪油 这猪油不是牛油 假如可以做食品的牛油 跟不可以做食品的牛油 进口的关税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有逃税的动机 其实它都是一样的 没有逃税动机 只是南桥主工烘焙用油 像是面包酥皮常用的酥油 马其林都被点名 桃园县也要求相关的 123项产品预防性下架 虽然没有正式公告 不少原料商已经开始动作 62年的市场商誉 受到严厉的考验 东西文渔航 轰艇SNG小组在桃园报道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 虽然这个南桥董事长 陈飞龙亲上火线 不过对于关键的油品流向 却没有解释清楚 并且一再坚称 是员工报务的师官 而这样的回答 食药署当然无法接受 未来还要将检验南桥食品 反批植物油跟棕榈油 目前清查状况怎么样 反批植物油根本没分实用 非实用语调已拍轻松 针对进口使用的植物油 棕榈和人油时 在报告文件上写着工业用 陈飞龙四两拨千斤 不断重复强调 顺利相同没动机 南桥还拿出证明 说菲律宾官方已经帮忙补件 虽然检验通关文件上头 写着工业用 但有附助经验后 可供人类使用 南桥自认品质没问题 纯粹是报官行政疏失 但食药署看法不同 用这种逃避查验的方式 来进口这一类的油品 的确非常的不应该 措辞强烈 只拼南桥逃避查验 因为如果以食品名义 进口油品 必须取得 微服部的合格检验文件 进口时得通过 食品相关检验 但如果以工业用途报官 只要提供书面文件 让海关抽验 货品与申报是否相符合 相对关卡比较松 违反这一条 要罚三到三百万块钱 食药署强硬态度不妥协 就是因为如果属于工业用油 可能含有重金属残留 或是暗藏黴菌细菌 吃下肚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 但南桥老董面临质疑 老人在在 坚持就是报官行政疏失 其实陈飞龙最近在食安风暴中 频频接受媒体的访问 强调自己能够度过危机 靠的就是良心两个字 还暗奉顶心魏家根本没有良心 要有检讨悔过的状况 结果自己不到两天 陈飞龙自己也卷入食安风暴 至于南墙的股价更是硬生跌挺 坐着轮椅抵达世贸三馆 陈飞龙第一件事 就是拿起用自家油品做的糕点 大口咬下 放心好了 我们所有东西我都吃过 大家都晓得 希望用行动证明 自家的油品没有问题 但食药署稽查 认为南桥的牛油 椰子油和棕榈和人油 流向有疑虑 震撼台湾 面对媒体大阵仗追问 陈飞龙从容问答 强调南桥真的没有用到问题油 甚至不惜当众撂下重话 对照两天前接受媒体访问 态度没有多大改变 如果我说的话不算数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承诺 我明天就把工厂停工 我马上停业 我从此退出这个油脂工厂 绝对不能再贪便宜了 去买一些来路不明的油 虽然一公斤便宜几块钱 但是最后这个遭殃的是自己 明哲是蒋石安 其实就是在炮轰顶心 陈飞龙话越说越重 良心是自己的问题 我家非常成功 比起来他们是台湾很大 很大的这个产业 那我希望他们最次得到这个教训之后 真的能够是这个 这个这个 讲的回过了 但话刚说出没多久 南桥就爆出疑似使用工业用油 混入食用油贩售 消息一出 南桥股价在20分钟之内 就立刻打入跌停板 下跌3.9块钱 来到美股51.9块钱 商誉已经受到重创 东西新闻李燕影师凡 王宏年 S&G小组在台湾报道 好说到南桥他们是从水晶肥皂起家的 而这几年的营收重心呢 都转型到了油脂事业 而且他的通路非常的广 包括了85度漆 布列德面包 德克式炸鸡 以及多家零食食品大厂 都是他的客户 现在卷入油风暴 下游业者纷纷展开危机处理 有的预防性的下架 有的纯青没有使用 情况相当的紧张 有用到南桥等等吗 要等公司那个 就是等公司公布 个人就是底下员工不知道 上一次才刚踩到 正义黑心油地雷 这一次布列德面包店 因为使用南桥油品 再度被点名 业者回应还在进行内部清查 如果使用到问题油 一定会将相关产品下架 至于85度C 则是直接在官网贴公告 说只要使用了南桥油脂的面包 都已经预防性下架 另外食品大厂 莲华以及麦当劳 则是纷纷澄清 自己没有用到问题油品 里面的油换 里面的油 我们现在都是按照公司 给我们的一个政策在做 同样挫雷蛋的 还有德克式炸鸡店 才刚刚把黑心的正义油品 换成南桥油 结果一次又中标 南桥的油几乎横跨各个大厂 从各式各样的小铃嘴 到做成面包 或是炸鸡炸薯条 都可以看到它的综艺 以水晶肥皂起家的南桥 在1971年 才开始跨足烘焙用油脂 后来又开启了餐饮事业 老字号在台湾 油脂都是由品牌之一 供给客户使用 市占率高达30% 光是去年油脂的营收 就占了南桥的58% 下游客户包括了德克式炸鸡 85度C 布列的面包 以及多家的零食大厂 今年受油品风暴影响 不少厂商纷纷改用南桥的油 只不过这一次卷入了油风暴 也让下游不少知名品牌 跟着遭殃 东森新闻 李佩玲许淑明 在台北报道 好 如果我们摊开 南桥公司的经营版图 可以发现许多食品 像是从知名的 赞旗 吉栋熟面 小厨师爆面 到杜老爷 冰淇淋都有 加上帮忙代工的 原主雪饼 以及全家的双麒麟 都用到南桥的棕榈油 因此也让全家便利商店 惊绝纷纷地采取 预防性的下架 或者是停售行动 全家最夯的双麒麟 想买还买不到 原因竟然也跟问题油 有关系 店员只能跟客人说抱歉 但其实双麒麟机上 贴了一张A4纸 直接写明 因为用到疑似问题南桥油 所以预防性下架 这才让大家发现 原来南桥事业做真大 全家的抹茶双麒麟 还有下头这个饼皮 都有用到南桥的棕榈油 所以包括了原味 草莓 芒果等 六款双麒麟 都先预防性暂时停售 双麒麟没得吃 那换吃其他冰好了 不过看看冰柜里 这个旷市棋盘 其实也是南桥的自由品牌 另外还有杜老爷 甜筒 冰棒 冰淇淋 通通都是南桥生产 不只超市有在卖 就连不少火锅店业业者 提供给客人 吃到爽 吃到饱的冰淇淋 也都是杜老爷 南桥冰品事业做很大 除了经营自由品牌 打出知名度 南桥也帮知名的原祖雪饼 做代沟 冰品事业 跨足雪饼 冰淇淋 双淇淋 连食物也有做 小厨师鸡汁排骨面 精选配料 细火麦熬 它有香浓的汤头 鲜嫩的肉块 五六年级生熟悉的小厨师 就是南桥的泡面品牌 另外赞其极动熟面 也是南桥做的 成功打响自己的食品王国 就怕如果生产的油 真的被验出有问题 这些食品版图 恐怕也会受到连累 东选余子昭成云 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回顾整起的甲油世界 为什么多家台湾的食品大厂 都敢用塞料油来混冲猪油呢 原因就是要拿零税率 因为国内对于进口 食用猪油的课税 高达20% 但是塞料油的关税却是零 巨大差额还有利益性之下 让许多不良的业者 都放弃良心 要大赚黑心钱 打开税号表可以看到 其实各种的油品 都有不同的关税 其中以猪油来说 是20%的关税 但另外在饲料油的部分 却可能是零关税 以税率来看 猪油要20%的关税 饲料油免税 如果猪油净价 一公斤30元来说 一顿就要3万块 在贝克20%的税率 如果一次进口1000顿 就得多付600万 和饲料油零关税来看 价差之大 成了不少不肖业者 挺而走险的诱因 将猪油混入饲料油 但该怎么把饲料油精炼 成功通过检验 其实不难 放了非常多的活性碳 把一些很杂乱的油 煎过加热 这个加热以后 让它很容易流动 通过这个塔 这个塔以后 用毛细的作用 还有吸附的功能 就会把臭味 整个吸附过来 甚至把一些 有颜色的东西可以吸附 也就是因为精炼技术提升 不效厂商生产猪油时 也同时混入饲料油 正义油品这栋铁皮建筑里 根据老员工的说法 里头就存在着 精炼原料油的脱臭塔 能脱酸脱色脱臭 业界称这项技术为 RBD精炼 可以达到国内 检测时用猪油的标准 过去也有不少实验 废油透过滤纸 滴出来的竟然是清澈的油脂 就是因为精炼技术的提升 让不效业者将废油 或饲料油精制成使用油 也能成功通过检验 难怪连食品大厂 都敢无视法令 大转黑心钱 东森新闻来不相问 家荣在高雄采访报道 可惜台湾油风暴的 最新后续之外 为方便观众随时 把东森新闻带着走 新闻广角进一系列单元 现在也能在手机上面收看 观众只要到 Apple的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的Google Play 下载东森新闻美洲App 进入专题新闻选项 就可以尽情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